随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日益临近 全球体育迷的目光 再次聚焦到了那些即将在赛场上 书写传奇的运动员身上 名将全红缠无疑是众人瞩目的焦点之一 他不仅将在巴黎奥运会上 力争未免女子担任10米跳台项目的冠军 还将与队友上海籍名将陈玉希携手 共同冲击女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的金牌 以下是全红缠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具体赛程安排 一场跳水盛宴的倒计时就此拉开序目 7月31日17点 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 在巴黎奥运会的第一个重要时刻 全红缠将与他的搭档陈玉希 共同站上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决赛舞台 这场比赛不仅是对他们个人记忆的考验 更是对两人默契与协作能力的极致挑战 作为中国跳水队的黄金组合 全红缠与陈玉希在过去的比赛中 已经多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他们以几乎完美的同步性和惊人的入水技巧 赢得了无数赞誉 在巴黎 他们将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国跳水梦之队的风采 力求在双人项目中为中国代表团摘得首金 8月5日16点 女子双人10米跳台预赛 经过短暂的修整 全红缠将独自踏上女子双人10米跳台项目的征程 预赛是每位选手都必须迈过的第一道门槛 他要求选手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保持冷静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对于全红缠而言 尽管他已经拥有了丰富的国际大赛经验 但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他将以平常心对待预赛 努力克服一切不利因素 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进入半决赛 8月5日21点 女子双人10米跳台半决赛预赛之后 紧接着就是半决赛的较量 在这场更为残酷的淘汰赛中 全红缠将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的激烈竞争 他需要更加专注地投入到每一个动作中 确保每一个跳跃都准确无误 每一个入水都如丝般顺滑 半决赛的结果将直接决定 他能否进入最终的决赛舞台 因此这将是他整个赛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战 8月6日21点 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 终于我们迎来了全红缠在巴黎奥运会上的终极考验 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 这一刻全世界的目光都将聚焦在他的身上 期待他能够再次创造奇迹 为中国代表团赢得荣誉 全红缠将站在那熟悉的跳台上 深吸一口气 然后毫不犹豫地跃向空中 在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 所有的喧嚣都化为了静谜 只剩下他与水的对话 当他的身体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 最终轻盈地落入水中时 整个世界都将为之震撼 放入水中心灵活